很多人受到鼻敏感的問題, 困擾 很多人都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請來 耳鼻合科專科醫生 何志謙醫生跟大家講解一下 何醫生, 你好 何醫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請坐… 何醫生, 首先請教你 其實什麼是鼻敏感 鼻敏感是過敏的病 可以影響除了鼻子之外 皮膚、捏膜、肺、呼吸都可以 其實簡單, 我們過敏的問題 其實可以有大致三類 就是鼻敏感、烤喘和濕疹 這些都可以影響不同的器官 馬醫生, 鼻敏感在香港是否普遍 在香港其實我們統計也很普遍 我們估計大概三成至四成的人 都有鼻敏感的症狀 成因是什麼? 很疼 成因, 其實所有過敏的病 都跟我們接觸到的自民原有關 在香港, 環境性的自民原 多數是塵滿和污菌 變成鼻呼吸接觸到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膜會腫脹 自然會避塞、避水、打嗑痴 這些情況 那些內在環境 自己有沒有先天遺傳帶出來的問題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 如果父母也有過敏的問題 不僅是鼻敏感, 譬如一個父母有濕疹 你的父母有鼻敏感 如果兩個父母也有 八成幾位小朋友也有 可以說到自民原 香港有什麼自民原出現? 因為香港的氣候 最常見的自民原 都是塵滿和污菌 因為空氣潮濕、暖這些 變成污菌增生和塵滿增生會較多 我們發現大部分病人的症狀 多數是晚上起床特別多 理由是因為 我們在床上最多塵滿的地方 而每一天 通常我們最長的時間 在一個位置多數都是在床上 因為通常成人六至八小時睡覺 小朋友甚至十至十二小時睡覺 變成大部分人的症狀 都是晚上起床特別差 多數是鼻塞、流鼻水、打痴的問題 或痰痰的情況 這些都是過敏症狀 但如果仔細分辨 輕度或嚴重的鼻敏感 比較起來, 症狀有什麼分別? 大致上的症狀也相似 但如果你是非常過敏 變成有一點沉滿, 已經很差 例如有些病人 例如有時候去旅行、住酒店 有些人突然鼻子很塞 晚上也起床早上打痴痴 這些情況也有 他們很嚴重, 痴痴得流流眼 所以人們都哭了 整個人都紅了, 很嚴重 這算不算是嚴重的一種? 首先, 我們為何打痴痴? 首先, 看看我們的組織 我們鼻腔、口腔、舌頭和喉嚨 鼻腔裡, 旁邊有三種香腸的東西 我們稱為鼻甲骨 是 鼻甲骨的用途就是擴張鼻腔的面積 讓我們呼吸的時候 下面的鼻甲骨就會過濾我們的空氣 暖的空氣和濕潤的空氣 如果我們接觸到致敏源 自然會腫脹更多 分泌物更多的時候 容易避失 打嗤痴就是鼻甲後面 如果有分泌物累積了 它覺得不舒服 有一個自然的反應就會打嗤痴 鼻敏感會引發其他什麼 跟鼻有關的症狀呢? 如果嚴重鼻敏感 人們沒有處理或沒有預防的話 首先容易避失, 打嗤痴 分泌物更多的時候 鼻口可以剪, 最近特別多 因為很多人有傷風感冒 容易加上鼻敏感的情況 變成有鼻冻炎的問題 鼻塞得嚴重也會令人睡覺 比較難 亦容易有鼻汗和睡眠窒息 嚴重點會有睡眠窒息的問題 如果有很多冷凍食物或冷空氣的地方工作 會否影響情況更嚴重呢? 通常冷空氣會令鼻膜腫脹脹多一點 因為之前所說 多一點而已 對, 多一點 因為呼吸時會暖的空氣 如果溫差特別低 所有人一吹入冷氣的地方 轉天氣, 覺得鼻子比較差 就是這樣 也有些人發覺去滑雪的情況 因為通氣特別冷和乾燥 變成鼻漲會更多 很多人滑雪都會感覺到很多鼻水 就是這樣 不會惡化的 通常短暫時間 因為通常你離開了室外滑雪場 你進入了一個環境 進入室內暖, 就沒事了 海先生, 鼻敏感可以怎樣治治呢? 其實過敏的病 我們首先想減低接觸摺氧原先 其實有教人用生理鹽水洗鼻 也有用隔塵滿的床單屁膀枕頭袋 隔開了這些, 人們的病症會比較好 加上我們也用藥物來醫治 我們有少量類固醇的噴鼻藥 每個人聽到類固醇就很擔心 但這些藥反而用10年、20年都安全 甚至乎女士、懷孕都可以用 另外有些所謂我們吃的抗敏藥 我們叫抗組織胺的藥物 這些會幫助鼻子的黏膜 讓它腫脹少一點, 讓它快一點康復 如果長期戴口罩 有可否減低鼻敏感的情況呢? 戴口罩有幫助 因為隔開了一些… 我們也有三年的經驗 其實隔開了病毒… 致敏原 外面的致敏原 空氣刺激性的東西 其實有幫助 是, 實際上我做過的薄荷 這樣塞一塞, 它會不會比較好處 有時候通了你會舒服一點 但是那個也是短暫 也沒有預防或醫治的方式 所以多數我們都會建議你 用我們所謂傳統的治療方式 海醫生, 你剛才提及過洗鼻 其實可否詳細說一下 它的好處和用處是甚麼 我們洗鼻…為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上水清潔鼻腔裡面 不應該存在的東西 這些就是刺激元、刺激性的東西 分泌物特別多的話 我們沖洗也可以讓鼻涕出來 變成人們鼻塞、鼻水到流打 這些就少很多, 對 嚴重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需要做手術呢? 如果人們很鼻塞的話 有時候我們會建議人做手術 但多數首先, 做手術 就不能撤除過敏 所以這不是醫治過敏的方式 但大部分病人, 其實兩個人都要做 要控制過敏的情況 另外, 如果被塞 而經常令到…例如做運動多 或者如果經常被塞 令到有睡眠疾息問題 反而我們會建議他做手術 有什麼辦法不做手術 可以斷尾部嗎? 如果過敏的問題, 我們可以做脫敏治療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給你的致敏原 例如你塵滿過敏的 是 我們會給你一些塵滿的蛋白 給你的方式不同 有些可能打針 有些是有些液體或藥丸 放在舌頭, 吸收了都可以 簡單來說, 免疫系統習慣了這類致敏原 它的反應變少了之後 自然就會失去過敏的問題 要做多久? 對, 甚至少一點 通常我們要做三年或以上 有些三至五年 理由是因為免疫系統要三年 才能記住這件事 所以我們需要少時間才能記住 何醫生, 剛才提到要做手術的情況 是怎樣做手術的呢? 現在手術全都是微創的 因為全都是在鼻孔製作的 內骨頸多數會矯正鼻中隔 以及我們會切除一部分的鼻甲骨 通常是切一半或少半而已 我們不會切得太多 因為亦有它的功能 但裡面因為真的有骨頭 不僅僅黏膜 所以我們要切除少許骨頭 變成呼吸就長順很多 這就是永久成的 不如順便教我們怎樣洗鼻 我們洗鼻通常有不同方式 有些噴模式 亦有些我們用一瓶 通常一瓶時有200毫升的液體 通常我們會用體溫37度乾淨的水 通常都是蒸餾水 是 然後我們有些鹽分加進去 那邊就是生理鹽水 通常我們拔下頭 其實最重要是勢力 因為大力反而會令耳朵痛 我們每邊勢力一下擠一擠 勢力散一擠, 鼻涕分別都會出來了 通常五、六次已經一瓶都用光了 沒事沒有乾淨, 行不行嗎 其實也可以的 因為沒有藥在這裡, 是生理鹽水 就跟你朗口一樣 但通常如果有些人沒事 我們未必一定需要 亦不會建議你做得太多一次 但如果有過敏的人 其實他們做完一個星期後習慣 因為要少許時間才習慣 因為大家都不習慣 把東西放進鼻子裡 通常一個星期就習慣了 但習慣了之後 大部分有過敏的病人都很喜歡 因為他們覺得不想吃藥 已經舒服了很多 亦不打嗤痴 所以這是最有效、最安全 最沒有副作用的方式 大人、小孩都可以的 對, 小朋友… 可能嬰兒一、兩歲的 通常我們都用噴霧式 因為比較容易 但通常我看到的病人 五歲的小孩以上都可以用噴霧 今天謝謝何醫生這麼詳盡的講解 如果大家有疑問 記得問醫生